歡迎您繼續回到節目的現場 聽海鷹說故事 在中秋節過後 這個天氣就要漸漸轉涼了 不過在南臺灣的恆春墾丁 一年四季都是衝浪的好時機 這裡也可以說是衝浪客的天堂 結果其中有一位三十歲不到的衝浪高手 他就發現了其中的商機 原來他自己動手 把加了水海邊 有一棟原本破舊又普通的透天措 你看到了改裝成像這樣子 風格還蠻獨特的衝浪民宿 結果生意非常的不錯 他從交衝浪到開了這樣的衝浪民宿 讓他年收入上百萬元 很多人一定會問了 這七年級生 怎麼有辦法也有本錢 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呢 這個答案就在接下來的報導裡 一 伸起來 二 一隻腳往前帶 三 站起來 你腳可以稍微合進一點點 帶著辣妹學生示範正確動作 他是恆春浪子衝浪高手Chris下足語 從大學時代開始浪里來浪里去 Chris衝浪資歷長達九年 衝浪技巧高段沒話說 能夠三兩下讓初學者成功佔上膽子 就不是每個人都能辦到 猛男身材加上性格帥氣 在衝浪圈在恆春加樂水 是知名的衝浪老師 等到假日總是吸引不少學生來上課朝聖 而每天早晚各一次 則是Chris和夥伴 衝衝衝的飆速時刻 也是他們的個人show time 衝浪的快感 以前有一個外國surfer衝浪的人講 他說只有衝浪的人知道那個感覺 衝浪的快感無法用言語描述 只有站上浪頭的人能夠獨享 不過他的海邊風格家 擁有背山面海的絕佳美景 和悠閒自在 就很歡迎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覺得很特別是因為它 第一個是原木 它非常重 然後在它的鐵鏈 是帶有點生鏽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味道 負責介紹房間佈置的是Chris的女朋友 Jesse 衝浪民宿的女主人 濃厚鄉春風的吊燈 是她和Chris 一起在二手家具店尋寶買來的 簡單的裝飾也是DIY的傑作 我們去原木行跟他 就是一根一根回來 然後我們自己拆尺寸 然後用敲的進去 都完全沒有用釘子 紅色的牆面大方有個性 就像愛衝浪的人一樣熱情 我們不太花太多的錢 在做木工或是裝潢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房間最重要就是油漆的顏色 然後再加燈光 我覺得這樣就OK了 紅色很好嗎 還不錯 還是景色 都有 這間房間還蠻激情的 最激情的是半開放式的浴室 這裡是民宿裡 最受情侶歡迎的設計 連上廁所都要浪漫 上廁所的時候 還看得到海 所以我們覺得這感覺非常的好 就不用上廁所總是要面壁絲鍋 就是你還有view可以看 我們覺得很棒 美式鄉春風混搭自己喜愛的感覺 Jesse和Chris 打造舒適的民宿 在佳樂水小有名氣 只有兩間房間 幾乎是衝浪客的衝浪休息站 常常預定一空 事實上剛開始找房子的時候 這裡根本就是平凡簡陋的套品處 完全跟現在是兩回事 當初來的時候是破房子 然後前面有雜草重生這樣子 然後房子一點都看不出它的價值 自己要在這邊找一個工作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地方住 那我想要住在海邊 這是我一直很大的夢想 想要住在還可以看到海的地方 因為愛衝浪不想待在無聊的都市 七十年次的Chris退伍後從高雄 跑到恒春找駝路 找來找去 發現兩萬塊出頭的薪水 真的很難養活自己 乾脆把住的地方整棟租下來 當起全能住宅改造王 自己動手整理 一邊交衝浪一邊做民宿 我的民宿不是一次到位那種 我是慢慢慢慢的增加一點增加一點 因為資金有限 那我們能夠自己做的就自己做 油漆 木工 然後基本的水墊 然後裝潢能夠自己做的 除了水泥以外 大概幾乎其他都自己來這樣子 有主題的衝浪民宿 不只台灣的衝浪客喜歡 遠從澳洲來台灣壁東的衝浪客 也愛上這裡 因為加熱水的浪 像Chris的家 烏棚引伴每年造訪台灣一次 應用英語系畢業的Chris 除了跟老外哈拉功力一流 每天最大的任務 就是帶他們找合適的衝浪地點 吸引蠻多外國人來 那外國人其實 口頭的 他們在傳出去的效率還蠻高的 比網路還厲害一點 同樣的模式加上 另一間更簡單的房子 衝浪民宿一共開了兩間 生活忙得不亦樂乎 原本在美式餐廳工作的Jesse 掌管廚房做好吃的美式餐點 衝浪的夥伴也來上班幫忙 說哪兒減少口 有浪 有浪是才是重點 對啊 浪漂亮當然啊 浪不浪漂亮沒有人就趕快跑下去 還考慮 一邊玩樂一邊工作 創意加專長讓Chris不到30歲 年收入破百萬 比一般上班族好一些了 不敢說好很多 好一些了 對啊 那因為是我覺得這是 當初我覺得當上班族應該也不錯 可是我覺得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應該是 還更不錯的事情 還更不錯的事情 我們都是好朋友 幫我們分來牽著手 美好是 夜幕低垂從浪客海上歸來 又是隨性精采的開始 這位是Din 他已經來了四年 你好 你好 這位叫Lyle 他們都是好朋友 你好 他們衝浪的時候我們都還沒生 OK I said You guys were surfing before we born Thanks for that Why are you surfing here Why are you surfing here Why are you surfing here It's warm 50多歲的奧陪們是衝浪老手 而熱場演出的台客們 則是臥虎藏龍 自我介紹一下來 黑哥 你好 我是小黑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條子 條子 條子杯杯是吧 對 OK 辛苦了啊 條子愛衝浪 條子愛衝浪 Yeah 大家都要衝浪 Yeah 來來來 小菜小菜 你又是士群好 你好 我是小菜 是小菜一碟三十嗎 小菜 沒好久 沒好久 我住高雄 有空來玩 有空來墾丁 Yeah 唱歌的原住民 極致歌王 是國軍特戰隊的隊員 愛唱歌會搞笑 低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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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調的猛 請問你是 我從高雄 我從高雄來到 跟你衝浪 阿娘 喂 第一次衝浪 就從那一人半 好大呀 愛子 熱情大方是衝浪課的共同課職 Chris因為衝浪結交了一票好朋友 女朋友Jesse也是衝浪認識的 衝浪衝幾年了 今年第三年 第三年 可以衝多大的浪啊 三人 三人 兩人半三人 這麼厲害 沒有 比賽看你啊 每天面對寬闊大海穿梭其中 Chris的工作經驗 和大部分的人很不同 他說人生要把握享受美的當下 生活看似單調卻滿足豐富 還滿省 至少沒有太強烈的物質的吸引力 那我們唯一花最多錢的 就是在衝浪板 衝浪的褲子上 然後 然後 對 就是差不多就這些 你也自裝貝都省 自裝貝都省 不需要穿太多衣服 強調玩樂也認真工作 Chris和Jesse 把興趣發展成專業和事業 七年級生不當草莓族 當起二房東 包租公和包租婆做得有聲有色 這是上一輩的LKK們 很少有過的經驗 下一個最大的夢想就是 我想要在這裡真正定居 能夠買一間自己的房子 然後在這邊繼續下去 那我覺得 但是這種東西就是 看緣分的 南台灣的浪子和浪女 不會挑戰要隨時站上浪頭 衝向甜蜜的未來 現在離目標 還蠻遠的 怎麼辦 怎麼辦啊 繼續衝啊